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幸运星 我是股市幸运星 华冠投顾林总 林信荣林老师 台股有没有 开始有嘀哒嘀哒的声音出现 在上礼拜五我就已经告诉过 全国的投资朋友 这个盘会继续洗 昨天我也特别强调 这个盘里面的人都没有安心要给企 哪有可能会企呢 但是是不是个股表现 所以沿路的过程中 大家也没有发现 7月29号我送给大家第三方支付概念股 完完全全的送给大家 那么我是不是也告诉大家 我们8月8号送给爸爸的88节礼物 就是第三方支付概念股获利了结 现金放口袋 我也公开给全国投资朋友 我说大家有买有卖真获利 爱买多少爱赚多少 你自己决定 标股我给你 获利你就自己来 对不对 那我带着我们信心家族 我们这样沿路获利了结 8月8号我把我们这个送给全国投资朋友的 十四赵英雄标股集里面前几档 Oh my god 十天八支涨停 不是sorry 是shopping mall 商店街 十天八支涨停 Oh my god 五支涨停 创新高我们不要算好不好 然后网家三支涨停 官帽呢 基本上是将近三支涨停 Anyway 我说我们获利了结 后来我也给大家另外一支叫九大 四天标四支涨停 后来我再跟大家说 还有一个漏网之余是谁 是 是谁 是志冠啊 智慧之冠 他们57给你标到60几 67块半 那么接着我会跟你说 还有一支 勉强也算第三支付概念股 就2640的大车队 台湾大车队 那我邮买有卖 我也告诉全国投资朋友 上礼拜五 我们让台湾大车队 台湾大车队 来帮我们全国投资朋友买单 来帮我们全体新兴家族 去做一个买单的动作 这是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老师的操作 在这儿 刚好几乎卖在最高点 就跟大家报告 好 那么我上礼拜也获利了结了 一半 藏红 对不对 好 那我 你没有发现 我高档有一直在持续的收现金 我说礼拜一 昨天 前天礼拜一 我们获利了结了谁 这个档 上营 好 礼拜一我们获利了结了 这一档 那今天开高 再创新高来到205元 虽然尾盘杀下来 我也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也卖一半 那虽然尾盘杀下来 但是你看老师的节目 买进卖出 你绝对都叫大转 因为他今天再创新高 来到205元 我给大家的时候 是183写起来 你随随便便就赚20块 一张赚2万 所以高档 老师慢慢的把资金收回 直到今天 我们的总师爱太太 我很不想卖他 解盘之前 我先跟大家报告 我们整个流程 这个我们讲 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我也一直在复制 这样的成功 损失极小化 获利极大化 损失极小化 获利极大化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吴锡坤 我也跟大家报告 他很爱太太 那么总师爱太太 老师做了好几趟 每一次都大转出场 今天早上 一开盘没多久 给我卖 分时分批分价 获利了结 现金放口袋 一张不留 为什么 从31块多涨到34块多 不好意思不到10% sorry 这档赚比较少 但是为什么我要卖他 因为今天 银剑谷有大利空 这个利空是从政府放出来 第一个是所谓的 我们讲奢侈税的部分 基本上不但不取消 可能还要加重 那再来呢 可能又对这个打压房市 又有新的措施出现 所以呢 好汉不吃眼前亏 先赚起来再说嘛 先赚起来再说嘛 我也说过 我也跟我会员讲 保留现金 保留现金 等待 等待就是说 等待什么 等待退潮之后 你才看得到谁在挪用 你才看得到谁 光溜溜的身材 你才有办法 跟着我们一起去 弯腰剪钻石 那我们再度恭喜新鲜家族 礼拜一上营帮我们买单 礼拜二我们请 总是爱太太的 吴西昆 五档的来给他买单 那么现金放口袋之后呢 开始来解盘 8月20号礼拜二 开低 拉高 但是呢 国际的盘不是很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利空 已经很久了 因为上一次我们讲 FED开会 有一个会议记录 大家知道吗 就是因为那一个会议 所以那个会议开会的一个重点 就是QE要不要退场的问题 那基本上根据老师的讯息的话 QE 有可能如果美国的景气有复苏的话 那QE就要退场 这也就是导致为什么美股 在一万五千多点 一万五千五左右 开始往下修正到一万五千点 修进了将近五百点 为什么 他们就是顾虑说 万一这个会议记录 公告出来 结果真的QE要退场 怎么办 所以先反应了 在利空还没出来之后 先反应了 那重点来了 利空如果出来了呢 那是不是叫利空出金 所以呢 我说今天其实有恐慌在线的 比喻啊 为什么恐慌在线 我们先看一下走势图 走势图真的很可怕 恐慌在线 然后杀一波 然后我说过 股市是人 拱出来的 也是人 踩出来的 价格也是人 杀出来 多杀多 多杀多 多再杀多 你有没有看到他在退潮 退潮 那看清楚 老师说 退潮的时候 未来到底谁在裸泳 这是我看盘的重点 我在看盘 我不是说 哎呀要不要 我要买吗 我要买吗 一个重点 其实老师在做股票 我不跟股票谈恋爱 你能帮我赚钱的股票 我留你 你不能帮我赚钱 损失一定要极小化 损失要极小化 你未来获利才能极大化 今天这档股票反应已经不OK了 你留他干嘛 你为什么要跟他对赌呢 所以损失极小化 但是获利记得要极大化 他能帮你赚钱的公司 他肯定就是个好公司 我们就要改秀秀 然后呢 基本上 再盘在 我们讲在这样洗洗刷刷 并且有出现这种杀 杀出量的状况下 你这时候 心情就要拉好安 因为有人会开始兴奋 基本上像这样的盘 你可以看得到 应该是恐惧 因为今天很多人打电话进来 大部分都是恐惧 我没有接到任何一通电话是兴奋的 哪怕获利了结 我们讲总态获利了结 也是觉得说 老师这本来是要帮啊 让你获利你还会担心会帮 昨天卖上瘾也是觉得 老师这个盘是不是有问题啊 不然你为什么最近又叫我们获利了结了 那么多档股票 续报不好吗 你不是说总态很好吗 是啊 我说过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我们讲在股市里是瞬息万变 没有一定的对也没有一定的错 但是你必须在趋势 我们讲 这个一定要买 是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比如说第三支付概念股 我是在7月29号 送给全国投资朋友 这概念我必须再强调 这成功的模式真的是可以复制 我是在7月29号 送给全国的投资朋友 那亲爱全国投资朋友 资料里面 7月29 送给大家 好 8月7号网络交易获准 行政院拍板 行政院拍板 你8月9号你要进去买 那你记得吗 我是8月8号在调节 高档调节第三支付概念股 Shopping Mall 商店街 已经涨了拔根停板了 你要不要追 所以买点重不重要 重要 网加8044的网加 三个涨停板再加创新高 我们是在调节 我们在获利了结现金放口袋 包括标股重压的会员朋友 我几乎让你时辰持股 盘中还加码过一次 拉回再加码 我们是跌下来去加码的 在170左右加码的 那涨到将近200块 我是在获利了解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拉回来 所以买点跟卖点绝对不能颠倒 你说老师你讲这话的 各种含义是什么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还是看K线 我跟大家报告 到这儿应该懂 那么我告诉你 在这儿 6月25号 大家记得吗 那个时候也是好大的 恐慌在线 其实24号就很恐慌 我跟大家说 料不过 我再等他一个恐慌 再带一条更好 我今天也要告诉你 再带一条更好 好 那基本上 6月25号那一天 果然恐慌在线 用崩的 那全国 我亲爱的 星云星家族 还有那时候 文身旧苦专线 打电话进来的投资朋友 我有没有打电话告诉你 我就是那个时候 开始叫你去shockhand 买股票 那个时候 顶级富豪 part one的企划 就在这儿 我发动 那是part one 然后 我没有带我的这个 因为资料很多 我是不是让大家去标这台车 在这儿标 那你如果在这儿追 你说你要当顶级富豪 可有可能 你在这儿追 刚刚好顶级富豪 买给你 这样听有没有 好 那个时候我还带这一档 PCB获利王 我们是在这儿买的 在这儿 然后你267块 就在这儿 然后你说我要在这边买 那刚好人家就卖给你 所以你们发现那个族群会轮动 会轮动 会轮动 好现在重点来了 我们从这儿 还有包括勇豫爱河 1323 勇豫爱河 拼拼贯贯获利王 我那时候讲大家没 你就是 那种 没关了怎么会去 我去给你看 27块给你去到49块 8 你在这里买 又中强了 人家就卖给你了 所以那个tempo tempo成功的方式 是可以复制的 好再拉回来大盘 大盘是平均值 所以它的线不会那么陡 好你在这儿 顶级富豪 part one 这个机会你loss掉了 我说没有关系 一直都会有机会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只是机会到了 你看得懂吗 在这儿你觉得 这里很恐怖 这里不是机会 这里是陷阱 那你在这儿当机会 你就麻烦了 但如果你在这儿当机会 你遇到我 我是给你小鬼当家 我说过这盘就不会涨嘛 我从头到尾就跟你说 盘不会涨 但是小鬼当家 个股表态 我有沒有给你商店街 有没有给你网家 有没有给你官帽 有没有给你 Oh my God 接着呢 凤凰小姐 凤凰我卖在最高点 卖掉就没有高点 那上礼拜继续卖 台虹卖大车队 那昨天 礼拜一我卖上营 然后礼拜二我卖总泰 你看有没有都是小鬼 就是小鬼当家 个股表态 这叫主力股 那这种东西 你就一定要专业 你才能买得放心 这个叫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你才能赚得开心 那当然要用心 那赚到的投资朋友 你比较有福报 我们说实在 那赚到的话 不要忘了 老师最大的愿望 不用买礼物给我 请你赚大钱 卷小钱 那timing点又来到 大家注意 我也跟大家报告过 今天电子股就有比较降低 它的比重 来到60% 我认为还不够低 好 那么基本上呢 只剩金融股独挑大量 这个我之前都跟大家报告 因为成交量不够 但是就K线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看到这个K线吗 看到这个量吗 来 量一定比价先行 今天830亿的量 创8月以来的大量 这代表什么 杀有量就是有人有恐慌在卖 有人在低阶 我再讲一次 杀有量代表有人有恐慌在卖 有人在低阶 在低阶那个人 力量大不大呢 这两天就会分享 但肯定是顶级富豪级的 OK 所以现在重点来了 在这儿 顶级富豪part one you lost 你lost掉了 我说don't worry 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在这儿 老师要告诉你 part two 最后机会 我们倒数计时中 顶级富豪part two 气换听清楚 老师在这几天 我说过 我把你送资料 那时候我送资料都是盘很黑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讲之前的顶级富豪 不要估计 还是后来的十四兆英雄 我每个月大概送一次啦 还是后来的美梦成真 我都是盘不好的时候送给你 好 现在拉回来 盘现在又砍到这么没有尊严的地方 我跟你讲 我就是要开放顶级富豪part two计划 第一 第一个 好 我跟你讲 你在这个时间点来找我 你就已经赢一半了 因为在低点 八千四 那时候要赢比较难 现在这样的指数 你就已经赢一半 拉回年线 几乎拉回年线 第二个 你还会赢一半 我给你最低的门槛 最低的门槛 再赢一半 然后呢 会期再加长 直接赚到年底 因为 2013 幸运星老师要爱你一生 我们直接赚到年底 赚到年底 所以顶级富豪part two计划案 我们今天开放最后一天 因为这种机会也没有常常有 那个点位要到 点位要正确 所以今天开放最后一天 倒数计时钟 进个广告带我回来谈一谈 在退潮的时候 谁在罗勇 谁在罗勇 我等一下告诉你 好不好 谢谢 幸运之心在罗勇 荣华富贵跟着来 罗勇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奔心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幸运之心在罗勇 荣华富贵跟着来 罗勇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奔心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珠 五股周紫阳中央特区 黄金轴线亮眼球形 多元路网动能便捷 建筑旗舰艺术地标 预约两年后增值富裕 捷运商圈公园宅 未来富 8295-03333 嘴气听 6月25号那一波 夏沙也是有量 也是很多利空 那太好了 我告诉你 在多头架构上 利空本来就当利多爵士 本来就是这样 OK 那么顶级富豪 Part 2 气换 我将再创造更多的顶级富豪 从小富豪变成中富豪 然后我们一起变大富豪好不好 然后我们一起买得放心 抱得安心 赚得开心 然后老师多用一点心 请大家一起发散心 让我们台湾更好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拉回来 我们对个股交代一下 我礼拜一也跟大家报告说 上瘾 2049上瘾 我们在198.5分时分批分价 都当来帮我们获利了结 获利了结一半塞金库 这两股票我们快横准 我12号送给大家的时候 只有183 13号已经来到187 对不对 但没有涨停了 sorry 那么呢 8月14号拉到快涨停 对不对 来到194.5 然后8月16号 创新高来到200 然后8月17号来到198.5 我卖一半 那么我对全国投资朋友也很好 我不是说我出货他就死掉 不会 因为我说过 我是开大门走大陆的老师 他是好股票 自然就有很多追随者 所以你要买好股票的时候 你买在那个 我们讲相对低点 发动点 我没有买 他基本上他前阵子走空 很多一段时间 最近我也 我其实在讲这一档 这个工具机股的时候 我是花很多时间 从汇率上 从国际局势上 为大家去做剖析 我还记得那天 我很担心大家看不懂 我把这个日本的这个 我们讲的 汇率的K线图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从这里去告诉你 然后再告诉你 工具机里面 获利王是谁 我还告诉你 安倍晋三经济学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为什么要这样苦口婆心的 让大家去了解 因为其实你要买一档股票 你抱得住 抱不住 你了不了解很重要 我说过 如果把你眼睛蒙起来 摸兔子你会怕 那我把你眼睛打开 那它就是一条兔子 你就不怕了 所以我那时候还写了 工具机产业分析报告书 给大家分析 我说现在其实工具类股 工具机类股 它可以跟日本结合 还有跟自身的团队去结合 灵活运用 并且人家还写设计软件 台湾的企业真的很可怕 太强 太强 所以造就这档标股 短短几天内 我们昨天是一支赚15块 如果你今天卖的话 不好意思 今天高点叫205 又多5块 一支最少赚20块 一支赚2万 十支呢20万 这样的速度 真的可以当顶级富豪 真的可以啊 这赚钱是不是很快 当然就很快 而且很安全 有价有量的股票 买多少有多少 今天成交量4500多张 而且高这么高 看你广告买 所以我们很多大资金的会员朋友 真的笑 赚得笑哈哈 包括2454联发科 我也跟大家报告 VIP的最爱 我们很多巨大资金的 就是爱这一位 就是抱这一个 就是抱得住 为什么抱得住 老师会跟他讲产业面啊 那现在重点来咯 我讲这个意思是要告诉大家 退潮的时候 你要看到谁在挪泳 可是呢 如果你没有一个 远见没有一个方向性 你一下看这个 一下看那个 你也知道 到底哪一个族群 是长真的 还是长假的 所以我必须 今天花一点时间 从产业面跟大家报告 我也说过第三季 什么叫第三季 七八九月 什么叫第四季 十十一十二月 三四两季 是所谓的电子旺季会出来 这些要件 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说过如如不动 如来爱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但是外界的风风雨雨 不是让大家害怕 不是让大家恐惧 是让你冷静的去看 什么东西未来会长 好 重点来了 什么东西未来会长 擒贼一定要先擒王 当我们把王抓出来之后 烟能不大富大贵 当初6月25号 我给大家2207的核泰车 它是不是汽车中之王 它是第一台标筑去了 然后电动车核大帽连 一档一档喷出去 对不对 当初我给大家抓这个 PCB获利王 5349的先锋 我是把它抓出来 它是不是就喷出去 后来PCB概念股 是不是就出去了 是 当初 About隐形眼镜概念股 你有没有发现 勇裕 先从精可 先从精华 再来精可 再来勇裕 你会发现就是这样 亲贼 你要先擒王 下半年 你要留意 我们知道iPhone也要上市 9月 好 那iPhone 5S 还有我们讲 iPhone的低价 秘密 手机也要上市 所以 看清楚 不只只有iPhone 最近大陆的手机也很行 小米机的弟弟叫什么 不叫大米 叫大米就是小米机的哥哥了 所以它只能叫颜色 叫红米机 好 这两块大家都要留意 它们都属于低价型的智慧型手机 高价的大家都有了嘛 再来勒 万一手机坏掉怎么办 我当时买一个低价的来当UB啊 所以重点就来了 而且一般产业发展到成熟期的时候 规模经济之下 你所有的 我们讲零组件 的确 因为它产量够大 需求够大 造就了成本可以降低 这称为规模经济 好 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根据总体经济 还有产业学的分析 产业学的分析 还有我们讲需求面的分析 我给大家带到 你要留意一下半年低价手机的天下 第一 大族群是Apple 这块你不要忘 第二叫做大陆的红米机 就是小米机的弟弟叫做红米机 这低价的呢 Apple未来出的也叫低价的呢 好 那重点来了 这些东西就是必定要用到的 第一个叫软板 这个我们获利了结一半嘛 对不对 真顶我也早就送给大家赚了 我现在大家都赚到 我大家都赚到 我都很低一点就给大家 44块买 43块买 你现在怎么洗 关你什么事啊 你卖一半或者是全卖 我觉得都OK啊 那么呢 这个东西 HDI 叫做高密度连接板 那么再来是电池 再来所谓的D-RAM 好 今天我如果 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未来洗盘 你要留意这些 高密度连接板 这个很好玩 其实我之前提到PCB板 就印刷电路板 然后后来我又提到软板 软板的上游叫FCCL 它叫做我们讲软性铜箔机板 这一些都是智慧型手机要用到 甚至平板电脑要用到行动装置 好 那现在重点来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 不但行动装置用到 而且是对低价智慧型手机 用的最凶的 而且它的门槛比较高 替代性比较小的 不是大家都会做的 而且必要的 我们来看 什么叫高密度连接板 这叫High Density Interconnect Interconnect 这个是一种技术 一种互相连接的技术 很多板子 大概八层 把它八层PCB板 把它夹在一起 然后它可以让整个 线路的密度变高 为什么要变高 因为智慧型手机它的技术真的还蛮高的 再来呢 因为它的电信特性会让讯号比较佳 智慧型手机讯号非常重要 再来呢 因为外面有一些电磁波 有一些静电 所以很容易被干扰 如果用的是HDI版 它可以改善射频的干扰 所以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 这块你要留意一下 假如有一单股票 它呢 是苹果轻点了的 所谓HDI版的供应商的话 你如果有这样的股票 你是不是觉得很幸福 好 那么点到为止 再来很多人谈到的低润 你有没有发现 低润这种东西 报价上上下下 但我告诉你 所有的听清楚 行动装置都要用到低润 而下半年是忘记 那我们讲低润的市占率 就是美光 美光 尔比达 海力士 三星 尔比达其实已经是美光的了 好 现在重点来了 海力士我前阵跟大家说 海力士知道美光 每一次在7月 都会释放出低润的单出来 因为用剩了嘛 它会丢出来 海力士因为知道Q3Q4 需求他们会去评估 它需求很旺 所以它等美光丢单出来 结果海力士等不到美光的单 海力士发现失算了 美光根本没打算 把低润给它丢出来 所以海力士赶快回头去追 那重点来了 这么一追 低润价格就下不来 那你知道 为什么低润价格下不来的吗 所以手上有低润个股 我也认为你可以 Just calm down 在这个洗盘的过程中 你可以去看一看 而现在低润比较强的是DDR3 DDR3的话 就它是传失速度的快慢而言 DDR3是DDR2的 DDR1的八倍 是DDR2的四倍 这样大家了解吗 所以传输速度高的话 就需求越大 所以你的股票如果是传输速度 比较高的 DDR3请你续报 这样好不好 那么呢 节目最后大家一定要赶快跟上 顶级富豪 Part2的行列 我告诉你 希望往往是在绝望中产生 好 那么希望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缺水很辛苦 神水有配搏 对 神水器材轻松省 Check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Do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幸运之心在罚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罚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盘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幸运之心在罚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罚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盘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用心的微笑 含蓄但深刻 真心的微笑 腼腆但温暖 细心的微笑 低调但实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